昨天武基安曼速读局总监拉扎鲁丁就透露 警方在追查贩毒活动方面 锁定了三位有丹斯里还有拿督头衔的大人物 那他们都是贩毒集团的首脑 过去四年策划了多宗的贩毒活动 来到今天 全国总警长阿督哈密就进一步补充 说其实不止三个 而是至少有五个拥有丹斯里或者拿督头衔的人物 在幕后操控贩毒集团 那警方目前并不担心他们会逃亡 因为警方已经掌握了这些VVIP的资料 加上我国目前落实锁国政策 所以民众是不能出境的 全国总警长阿督哈密 今天在霹雳出席活动之后表示 的确有拿督和丹斯里级别的大人物 是贩毒集团的首脑 而警方过去逮捕的毒贩大部分只是小角色 他强调警方已经得到情报 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对他们猜取行动 阿督哈密表示 他揭发这件事不会破坏警方的一系列速毒行动 重要的是带出毒品危害社会的讯息 他也坦诚警队确实有毒品渗入 有好几百名警官和警员涉及毒品案 而他也已经向公共服务局要求 为速毒局增派人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原来就 WIN 证明